来到春季,在万物生机入面,有不少植物在争奇斗艳 其中一种开得非常灿烂的就是杜娟花 三四月就是他们的花期,一开就开到密密麻麻 好多山头,公园,甚至是路边都会见到他们的蹤影 杜娟花又叫做山泽竹,山石榴,影山虹,照山虹,同堂杜娟 杜娟花原产于喜马拉雅山区,现今品种繁多 现在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 杜娟花是尼泊尔的国花,亦是巫石,镇江,三明,长沙,巢关,珠海,大里,嘉庆 和台北和新竹市的市花 杜娟花属于常绿和落叶灌木,植株低矮 叶片的形状不单有长枣圆形,卵圆形,而且还有披针形 它的大小,厚薄,软硬都不同 杜娟花的花冠亦分为漏斗状,管状,盆状 花形亦有单反,重反,花色的变化更加丰富 杜娟花喜欢阴凉和湿润的地方,但要避免强烈的日光照射 杜娟花生命力强韧,既耐寒,又可以抵挡潮湿 因为它的叶片上生满绒毛,这些绒毛可以帮助它调节水分 又可以吸着灰尘,所以不怕城市里面污畜的空气 可以栽种在公园或者道路旁边的安全岛,发挥清新空气的作用 但是杜娟花整棵花都是有毒的,尤其是它的叶和花毒性较强 误食的话可能会导致呕吐,血压下降,呼吸困难,昏迷,和辐射等症状 不过它的花果可以用来制作成阵痛剂,利尿剂,和驱虫剂等药品 施仁白居翼,用花中细丝来应用杜娟花,这当然是因为它的厌厉,无容置疑 杜娟通常是比较矮的灌木,大部分的品种都有橄榄形的树叶 而它的花通常都是白色,红色,紫色,有五片花繁 上面还有斑点,一朵花大概有半只手掌那么大,很容易就可以认出来 不过,其实杜娟是很多不同品种的种青,它有成九百种那么多,遍布世界各地 花繁同叶的形态虽然相似,但就各有不同 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原来杜娟花在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叫做藤鸡花,相传这个名字是由以前的一位港大学生所改的 这是因为杜娟花在三四月开花,而那个时候 刚好就是各位新生学子开始准备考试和要教论文的时间 见到花开的时候,学生就很自然地联想起考试 所以就改了个名字给杜娟花,叫他们做藤鸡花 不知道大家家的附近又有没有杜娟花呢? 如果可以的话,不妨将它们拍下来和大家分享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